柬埔寨靠近泰国边境的城市 波贝一家独场酒店 昨晚突发大火 大火狂烧一夜直到天亮 都未能完全扑灭 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9人罹难 超过50人受伤 多人下落不明 由于事发当时 有多人受困火场 还有人跳楼逃生 死伤人数不排除 还会进一步攀升 位于柬埔寨和泰国交界 波贝城市的钻石城独场酒店 昨天深夜11点半左右 发生严重大火 两国政府紧急调派大批救援人员 并且出动多辆消防车 以及直升机前往现场救灾 但火势相当凶猛 从画面来看 整栋酒店大楼陷入熊熊火海 不断冒出呛鼻的浓烟和烈焰 在暗夜中显得格外吓人 灾场内不断传出求救声 一些受困者为了逃离火场 甚至不惜从高楼跳下 根据法新社报道 事发当时有大约400名工作人员 在酒店上班 也有一些外国人都留在赌场内 一名参与救援的泰国义工透露 大火应该是从一楼的酒店大厅 开始烧起 之后沿着地毯迅速延烧到其他楼层 至于起火原因还有待厘清 猛烈火势一直延烧到星期四早上 目前火势已经受控 现场搜救还在持续进行中 所有伤者随后已送往泰国 沙角府的医院接受治疗 大部分伤者都是泰国人 其余则是柬埔寨和印尼人 致上大火的医院接受 至于火火的医院接受 与火的医院接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